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4场输了3场 目前10胜5负仅排名西部第三 有两支球队的战绩让大家比较意外 雷霆11胜4负 西部第二 魔术10胜5负 东部第五 尤其是雷霆 两胜勇士干掉太阳 实力不容小觑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 NBA为啥不在感恩节安排比赛了 2005年之前 NBA联盟很重视感恩节 2005年11月24日 NBA安排两场感恩节比赛 胡人vs超音速 骑士vs不行者 科比和詹姆斯都有出战 按理说关注度应该拉满了 但是 NFL也安排了感恩节大战 再加上很多球迷选择陪伴家人 所以这两场的关注度和上座率都没有达到预期 尽管科比砍下34分 胡人也战胜了超音速 但科比赛后公开表达不满 我不明白联盟为啥要在今天安排比赛 很多球员站出来力挺科比 认为感恩节的比赛应该取消 于是斯特恩大手一挥 接下来的2006年和2007年感恩节都没有安排比赛 但是不知道为何斯特恩又改变主意了 从2008年到2010年连续三个感恩节 NBA均有比赛 结果大家能猜到收视率都很差 到了2011年休赛期 劳资谈判不顺利 NBA一度停摆 球员工会在谈判中明确表示 在感恩节当天应该取消比赛 联盟答应了这一要求 所以从2012年至今 最近十多年的感恩节 NBA都没比赛 众所周知 橄榄球才是美国的第一运动 从上世纪30年代 感恩节大战就成了NFL的重头戏 关注度可能仅次于超级晚 冰球联赛NHL的重头戏是元旦大战 NBA只能避其锋芒 把重头戏换成了圣诞大战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NBA的圣诞大战始于1947年 只是一开始联盟并不重视 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直到后来NBA放弃感恩节 把关注度最高的球星和球队都放在圣诞节 圣诞大战才成了重头戏 除了感恩节之外 大家可能发现了还有几天没安排比赛 NBA已经连续两年 在中期选举取消全部比赛 此外 在NFL超级晚或者NCA决赛当天 NBA即使安排比赛都会早早打完 不会影响大家观看另外两项赛事 当天没有比赛的NBA球星也会来到超级晚和NCA决赛现场 今年圣诞大战对决如下 客场在前 雄鹿vs尼克斯 勇士vs绝金 凯尔特人vs胡人 76人vs热火 独行侠vs太阳 亮相圣诞大战次数最多球队的是尼克斯56次 第二是胡人50次 第三是凯尔特人37次 最后大家猜一猜有哪支球队从未打过圣诞大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